蜂蜊倪 加有這張圖是 算是 紫仙婷婷的二次創作 可是他又加入了 他自己的創作 的風格 那個衣服是他自己設計的 那在這次的畫展當中呢 他 也穿得一模一樣 出現在 會場 也出現在會場 然後 然後還跟民眾拍照 造成很大的迴響 然後他的出現就宛如從畫裡面走出來的紙仙一樣 讓大家都非常的驚豔 大家都會說怎麼會有這麼漂亮的仙子 好像從畫裡面出來一樣 跟自己畫的圖又一模一樣 然後自己自己 他本身也很漂亮很生動 那現在是下流行的一些Costplay的風格 很感謝小雅老師這次把他帶到會場來 小雅老師呢 他這一張就是融合了我創作的紙仙 還有他創作的紙仙融合在同一個畫面 然後等於好像我的紙仙在拜託他一樣 說這次就交給你的 然後他是用他的方式來從事 可是我覺得他這張最愛你會覺得很有趣 米露克這張是那個融合那個 一手聯盟裡面的珍娜 產生出來的 那他很有趣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謙虛很學習的孩子 這張圖我們大概修改了多少次啊 不知道修改了多少次 討論了很多次 到最後他還是把它完成了 而且效果非常非常好非常漂亮 那你会发现他的上色啊 还有那个整个人物的甜美度都非常好看 结果他画展 米露克老师来到画展的时候呢 我也发现他本人就跟他的作品一样 很可爱 谢谢米露克老师 这是贾心老师他画的那个英雄联盟的人物 然后他颜色弄得非常的鲜艳 然后那个颜色是跟我们在做的那个 有魔花系列的比较不一样的一张 他的颜色比较紫色调 冷色调 比较紫色 比较感觉像比较冰冷 可是呢你又觉得他很热情 用色非常大感 然后那个 又有很那个 那个绿色啊 绿色跟紫色搭配的非常的自然 很特别 我觉得他这张用色非常的大感 我蛮喜欢这张的 然后下一张 另外一张 这张也是贾心老师的作品 跟他刚才那张完全不一样 这张就很温暖 这张就很非常的温暖 然后他搭配的小仙子是那个统统 是游动画仙子 他把游动画仙子画得非常的俏皮 然后他画的这个是应该是他的自创人物 他的自创人物搭配游动画小仙子 跟刚才那张完全不一样 非常的温暖的一张 那贾心老师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个老师 像是动漫界的新生蛋 谢谢贾心老师 这两幅作品是黄碧昏老师的重出江湖的代表作 他之前 他之前的作品已经 就是画一些那个格格啊 小仙子也是画得非常可爱 他之前的风格就是很甜美很可爱 那只是说因为他后来因为在家里带小孩 所以就先把工作 漫画工作先放下了 那这次我遇到他 我就邀请他再重新拿起他的画笔来画 那他刚开始他也很腼腆 后来呢 但是他还是把他努力都画出来了 我觉得 人果然是要被改稿 被逼稿 被吹稿 实际那个血液才会激发出来 虽然说他已经很久 将近十年没有画了 可是他画出来的东西还是非常光泰 非常惊人 所以我们还是 我们继续期待黄碧昏老师 接下来的作品 我会继续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画笔 谢谢黄碧昏老师 各位乐器 那我们下店 在视频中的视频中 我们下店 我们下店 看到他 你们下店 我们下店 即 trat